近日南加州数十家侨团在深盖博士大剧院举办了2022年虎年春晚并预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中国驻罗湾基总领事张平大使、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以及中国女排前主教练郎平等嘉宾均出席并观看了当晚的晚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 本次春晚的总策划陈慧碧在致辞中对侨团各界所给予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并对北京冬奥送上了祝福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在致辞中高度评价南加州华人华侨对社区所做出的奉献 特别是在抗议期间踊跃捐款捐物 中国驻罗湾基总领事张平大使在致辞中介绍了过去一年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以及北京冬奥、冬参澳的准备情况 张平同时也对海外华人华侨面对疫情反复 面对供应链受阻等经济问题 面对反亚裔种族仇恨等方面的表现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当天的晚会在总导演周燕宇、艺术总监谢露锡的编排指导下 为南加州的民众呈现了16个精彩分成的节目 包括了舞蹈、歌曲、戏曲、乐器和诗歌朗诵等艺术形式 晚会在舞蹈《虎道新春来》开始 在大合唱《希望之火》中结束 整台晚会气氛热烈 传统又不失现代 让在场的观众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年氛围 此外 由中国著名女排运动员 中国女排前主教练郎平所带领的运动员团队的登台 也将晚会推向另一个高潮 而郎平也在台上 为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献上了美好的祝福 凤红卫视林汉琪洛杉矶报道